一个只会打架的不良少年 如何扮演冰冰有礼的富家少爷 冰王版本在线教学 保你满意 生活在单亲家庭的8823 从小便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这天 老爸突然邀请他去吃法国料理 8823很震惊 老爸 你中彩票了 但其实 老爸是想给他找个后妈 虽然8823一万个不愿意 但想到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母爱 便只能同意了 可一向放荡不及的他 该如何扮演好一个富家少爷呢 为了不搞砸老爸的相亲 8823不惜跪在地上 向版本请教西餐礼仪 可上流社会人的独特气质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 为此 版本想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他让8823回去准备一套超级家大号的西装 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晚餐现场 8823优雅的吃相 果然得到了女人的赞赏与认可 可仔细看 他的身体似乎大了一倍 原来 版本竟然藏在8823的衣服里 所以 由版本负责掌握刀叉 8823张开嘴吃就行了 但是他魁梧的身材 还是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询问8823是否经常进行手臂运动 不料 老爸语出惊人 运动什么啊 这孩子天天打架 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就在老爸忙着圆场时 版本却玩起了餐巾 没一会儿功夫 便折出了一朵漂亮的花 表示自己只是为了和平现花而已 可刚刚门唤过关 服务员又端上了一盘蜗牛 这让8823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他们是人吃的东西吗 可此时 版本却已经将蜗牛肉送到了嘴边 虽然内心非常抗拒 可是为了弟弟妹妹们 8823还是张开了嘴巴 好不容易熬到吃甜品 主厨却走了出来 用一口流利的法语 询问他们对今天的菜品是否满意 女人让8823赶紧回答好吃 可8823根本不懂法语 只能硬着头皮接接爸爸 好在这时 版本直接写在了餐盘上 晚餐结束后 女人似乎对父子俩非常满意 主动提出要跟8823的父亲单独聊聊 8823也是非常有眼力劲 主动离开了 于是两个人继续保持合体的状态 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可途中却在一个小巷子里 看到父亲被一群混混拦住了 8823本想冲出去 却被版本阻止了 如果现在出去 他不良少年的身份肯定会暴露 于是二人前后互换 由版本出面 而躲在幕后的8823负责打架 没过一会儿 便将混混们全部干趴了 8823的父亲赶紧躲到了版本身后 表示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人策划的 他们居然想搞仙人跳 明白一切的版本 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而8823也非常配合 于是 霍博们在目睹版本身体变异的过程后 吓得撒哈腿就跑 就连8823的老爸也被吓晕了 不得不说 版本与8823真的是非常默契 强烈建议 他来原地结婚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继续吧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